今天十面开会 这四碗都是很有特色的 舒适面 给大家介绍 这是虾肉面 这个是焖肉面 也还有大肉面 这个是大排面 这个就是羊春面 其实羊春面也就是一碗素面 整一块是 这个是我们四个人的 我就吃个羊春面 我要只吃羊春面 那会儿看了一部电影 叫美食家 就被里头的羊春面吸引了 每天早晨 都要坐着黄宝车 去吃一碗头汤面 什么叫头汤面 就是早晨第一锅煮出来的 人家苏州有个说法就是 切碗了 面就煮混了 俗话说叫头锅加煮二锅面 那么面一定要吃了切碗 要不然就是混汤的 其实羊春面虽然是素面 但是汤不是素的 汤一定是熬好的汤 闻一下 淡淡的这种清香 有点醋油的味道 吃几香腸的爽口 说实话五块钱一碗 我们在成都的话至少二两嘛 真的是千只万事 这几样都是在羊春面的基础上加的教授 也就是它的身体版本吧 但我觉得真正在苏州要来吃最纯粹的 还是要吃这个羊春面 因为它能吃到就是真正的那种面的那种 鲜味香味 还有当地的那种生活的气息 而且也说我们选的这一家 熔岩楼也是当地人最多的 来拍摆都拍了二十分钟 找位置取面那些 但是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生活 这家面的地点那种呢 就在山塘盖这边哈 在一个菜市场里头 大家也说收拾一下都能调得到 好 来马大爷你的大肉 好 撒串的这个虾肋鸡 羊丝大盘 大早上就吃这么特色的面 来早上就整 生煎包配这个羊春面真的是绝配 真的是切之外之 八个十六块钱两块钱 刚才这个一家里面十二块 八排面十一块 还有一个就是焖肉面也是十一块 我这个五块 你说这个 你说苏州人民是不是很幸福 八血呗 你看 这油啊 不太烫了